健康的菜苗一定是绿油油清脆脆 但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菜苗的颜色会发黄 或者发白 今天我来聊聊常见原因和对策 像这样叶片发白 最常见的原因有三个 原因一是幼苗受到了强烈光照 比如室内育苗灯设定有问题 像光照度太强 时间太久或距离太近 都可能对幼苗叶片造成伤害 或者从室内搬到室外后 并没有遵从循序渐进的裂苗原则 突然让它们接受了太强或长时间的光照 解决办法就是将幼苗放在光照柔和的地方缓苗 正常施肥浇水 等到新叶长出来就好了 原因二是施肥过量 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给了太多肥 有积肥如果没有腐收也会伤害小苗 这样的情况唯一能做的就是换土虫种 原因三是天气过冷 特别是夜间气温过低很容易对幼苗造成伤害 像我这个番茄叶片顶端的白色应该就是受冻了 我非常建议在晚上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搬入室内 这个阶段大家必须勤快一点 再来看看这些小苗 生长基本正常 就是叶片整体发黄 这是因为缺营养了 特别是氮肥 种子破土发芽靠的是自身存储的能量 这个阶段并不需要外界的养分 在小苗长出第一对真叶后 它们对养分的需求大大增加 这时候也就可以开始施肥了 幼苗期我会用两种肥料 一种是鱼肥 另一种就是水溶性的化肥 但一定要记得将用量减半 否则会造成肥害 施肥频率在10到14天就比较合适 叶片发黄的另一个常见原因也可能是病虫害 比如白粉丝或红蜘蛛 也会因为吸食叶片导致叶子出现斑点 然后变黄 不过这种发黄跟前面缺肥不同 总能看到害虫的踪影 大家仔细观察针对治疗 很多情况下受到损害的叶片很难再恢复绿色 这也不要紧 等新叶长出来后去掉有问题的叶片就好了 幼苗叶片发黄或变白还有其他原因 比如环境的剧烈变化、浇水不当 或光照不足、温度太高等等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用排除法来分析 找准原因采取对策 如果实在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那就观察幼苗状态 如果新叶很健康 也不用太焦虑 耐心等待恢复 如果整颗苗都微弥不振 基本上就没救了 赶紧再补种吧 希望大家的小苗都平安度过育苗期和一栽期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